最后呢 我还想更多的讲一些临床的例子 前面我们事实上讲了一些临床的例子 对吧 我们讲这个清水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对吧 讲了我们有五十几例这样一个病人 都可以提高他的免疫力 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例子 事实上都可以在临床上呢 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比如说除了癌症以外呢 中风啊 神经退行疾病啊 皮肤病 特别是皮肤病啊 运动损伤啊等等 都有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接下来呢 我想讲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用这个泡清水的方式 来缓解阴泻病 事实上有很多皮肤病 那么银血病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这里面呢 是华山医院 皮肤科 在皮肤科这一块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医院 然后他们做了四十几例的这样一个例子 用一个PPM的清水 每周呢泡两次 每次呢十五到十到十五分钟 一共呢泡了两个月 可以发现 这是泡之前的 这是泡之后的 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 泡清水呢 是跟我们常规的治疗方法 它是不排斥的 它是起了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说我常规的 我就不涂药不吃药了 并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说我们泡了清水以后呢 它这个效果会变得更好 当然这个皮肤病呢 现在还没有一种万能的药物 说一定可以治得好 跟没办法根治 但我们如果可以缓解也是非常好的嘛 对不对 因为泡澡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大家经常都会洗澡对不对 各个一两天都会洗一次澡 这样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能够控制也非常好 除了皮肤病呢 还对一些反流性的死管炎 它也是一种炎症 那么喝腹清水呢 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这都是临床数据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想讲一两个呢 我们跟踪了一些真实的案例 比较典型的案例 讲给大家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是我们46岁的张先生 他是肺癌的全身转移 他在14年的时候呢 就被确诊为小细胞的肺癌的晚期 确诊的同时就发现已经全身的骨转移了 就已经是晚期病人了 当时呢 他立马可能还没接触到亲戚 还不太了结亲戚 首先呢 就是听医生的机型的一个靶腔质量 当时呢 情况就好转了 当时呢 以为 哎呀 这还不错 这点效果还不错 以为就应该没事了 但是很不幸 在18年的时候呢 病情得到了反复 而且 再去检查的时候呢 已经是肝和脑的 全身性的转移了 甚至呢 有几次都被送入ICU了 都被医生说 差不多就相关结束了 非常的 凄惨 但是呢 在10月份的时候 他还非常偶然的一个机婚送网上 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呢 确实这个东西还是有可能有效 然后呢 就去找朋友 去弄了一台清漆机 然后洗 每天洗两个小时 他一洗觉得这个 精力变好了 精神变好了 就这个东西可能有效 然后他就去做了这样一些检测 进行一些对比 比如说这个是吸星前的 CEA125 230多 CEA30多 这也是一些 癌症相关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 胚胎抗原呢 这个指标都非常的高 CEA15 他的正常指标是0到40 CEA的正常指标是0到5 可以看到 这都是几十倍的一个增加 也说明他这个病情非常的严重 而吸了清 吸了半个月以后呢 他自身的感觉就很好了 因为他10亿提高了 如果对癌症病人有这样一个反应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兆头 因为你提高10亿 自身的抵抗力就肯定会加强 而且他还增重了5公斤 静力非常的好 去医院一测 这两个指标确实大幅度的降低了 你跟他自身的一个体验呢 是非常对应的 因此呢 他这个信心就很足了 然后接着呢 又吸了一个月去检测这个指标呢 就基本上接近于正常属于呢 这个CEA155达到41了 正常指是0到4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他的一些检测的报告 那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病呢 我们是实时的跟踪去水访的 我们12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亲自去成都 因为这个病人在成都 然后去拜访了他一趟 发现这个第一次见到这个病人 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 第一次见到呢 他去菜单去接我们 信息状态非常的好 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种的病人 他的这个信息状态 甚至比正常人的水平都还好 因为他都不睡午觉的 然后他非常的活跃 我感到非常的诧异 我还没见过哪个晚期的肿瘤病人 还经历这么好的 非常的神奇 然后这个呢 后面就是一些CT的更更直接 更有效的一些数据了 去检测 然后他是这样的 是8月份的呢 是检测一次呢 10月份检测呢 会跟前面一次的数据进行对比 这都是没有细清的 细清之前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没有细清之前 他跟前两个月的数据比呢 没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然后出现了肝的 肝的 肿的 胆囊的 骨的 多数的 大量的一些 病灶 然后这个呢 是细清以后的 12月份的数据 去跟我们前面 两个月之前 没有细清的数据进行一个对比 射清数据发现 这个肺部的 这样一个多处的病灶呢 数量明显的减少了 而且呢 病灶的大小呢 明显的缩小了 不仅是数量上 而且从体积上 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 肝上面的这样一个 病灶呢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少 而且胸腔肌也呢 也减少了 这说明确实是在这 诠释性的转移这一块呢 控制效果是非常的明显